哈喽大家好 说一下学习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 学习的 我呢是如果是十一点之前 不学习就是从图书馆回来了 或者是收工了 开始准备 就开始准备睡觉 但我会有愧疚感 我一定要学到十一点 然后呢开始做晚课 录video 洗脸或者洗澡 然后准备睡觉 这样我才觉得今天可以 所以我认为 我如果学得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习得什么东西 干一件事情 我要对得起很多人 有一句话叫做 上报四重恩 夏季黎明苦 其实呢我也不是 时时刻刻都记得这句话 可是我知道如果今天 我十一点 我学到十 如果我学到十点或者九点 我就收工睡觉了 那我是非常愧疚的心理 是非常内心不安的 所以呢因为是这样 所以呢 每天呢 每天呢看似干不了什么事情 可是还是会忙到十二点 有的时候甚至一两点 当然呢 嗯 十二点以后如果还没睡的话 那就是自己 摊玩干别的去了 正常来说呢我就是十一点 就合上书本 然后开始往回家走 做晚课 录味迪欧 然后洗洗脸 刷刷牙 睡睡觉 嗯 这已经十二点了 然后就睡觉了 然后呢 所以说呢我们的学习 不是为了去争名夺利 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的学习是一种报恩 它是一种 一旦我们不好好学 会有愧疚感 这样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但至少对我来说 它目前来说是一个 我认为好的状态 一个对的状态 而不是像我原来的 我好坏我都是对自己负责 远远不是那样了 远远不止那样了 我越修行 就越懂我承受的恩德 就越懂我对人民的责任 但是呢 我还做不到那么大的程度 不是说修身 齐家吗 我现在大概在修身的 如果是一万步里面 我算零点五步吧 嗯 所以说 如果呢 嗯 嗯 如果大家呢 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的话呢 我相信你们的 学业上 学习上 肯定会非常棒 因为你们 用这种心来学习的时候 是用真心在学习 一定会学的非常好的 加油